早晨 来到5月31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早有中美政圈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示范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Irene 昨晚美国都出了一些经济数据 本身原先大家都看着 但是就因为那些美国大型科技股都下错了 所以星期四来说 整体美股都是继续受压的 但是中概股就反弹了 恒之一期都升了超过200点 高水过8点 稍后看看今天港股有没有得升回 稍后都会问Ravi怎么看 大家有个别股票而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币我们 电话就是91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转件公司Sales for CRM 今季的收入预测令到投资者失望 股价急跌了近两成 成为拖累导致下挫的关键 加上NVIDIA等的大型科技股都回落 美股星期四是进一步收压 导致低开之后最多跌了440点 险首38,000点 收市跌了330点 报38,111点 标指下挫0.6% 收报5235点 纳指跌大约1% 收报16737点 美国首贵的GDP数据显示 经济放缓、通胀降温 密市场对于联储局减息预期升温 美国十年期债息回落到4.54厘水平 而美汇指数是先升后回 金价商认受为曾经升大约0.5% 外电报道 Tesla准备就全自动驾驶软件向中国当局登记 马子刺激到Tesla的股价逆市升1.5% 苹果也升0.5% Amazon Meta跌1.5% Google无公司Alphabet跌了超过2% 马子芯片股王NVIDIA跌了3.8% 微软和甲骨纹股价受压 微软跌了3%以上 甲骨纹跌了5%左右 其他中概股ADR的表现 京东给港股升大约4% 折算布118.08% 阿里巴巴和百度给港股升2% 阿里折算布77.81 美团也升近2% 腾讯和网易给港股收市升超过1% 腾讯至算布372.74% 汇丰控股ADR纳比本港收市升1.7% 至算布69.28% 友邦和港交所也升超过1% 比亚迪亦给港股收市升超过1% 蔚来更加升超过1% 理想和小鹏升4%至6% 接着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我看到美股期货还是偏弱的 导致期货跌60几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靠稳黄 日经平均指数38,223点 即169点 南韩股市升超过0.4%左右 澳洲市升超过0.6% 新西兰股市强点升至1.4% 至于恒指黑期的表现 不错 不知是否稳定港股也是高开 因为黑期升超过160几点 我们先和Ravi谈谈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出了牢 大家最关注的是首季GDP 由1.6%向下收定到1.3% 即比原先他们初步的数据是差一点 但这个最新的收定数 就符合市场预期 至于首季的核心PC 物价指数 都向下收止到3.6% 市场预期联储的减息 可能性又好像有略微升温 因为之前就下降了 所以市场的债息也有反应 但美股方面可能就因为大型科技股 跌了下来 而且大家在等着更加关注 就是今晚会公布PC的数据 所以就要看看通胀最新的情况 因为那天是4月份的数据 但是是不是怕这些大型科技股 回一回要不要小心呢 而且美股最近也有一个调整 尤其是道指比较弱 为什么6月份美股 究竟是要再跌 还是其实可能都是高位整股 我觉得就有调整的可能性 但是你说 譬如假设调下去 是不是会大跌 还是像之前那样下降了 它又有钱买上来呢 这个就真的要看看 大家是不是又是那种心态 就是怕着可能什么都没有 执书、FORMO那种心态 如果你说是的 我觉得跌完可能又买回来 不出奇 但是调的确是有它的不可能性 或者因素在这里 因为其实最主要有几样东西 当然近期其实美股 无论升和跌 其实都是关乎对于减息的看法 譬如你说真的 前一阵美股还冲上顶的时间 就是觉得减息预期升温了 但是去到过去这几天下来 虽然昨晚有点例外 但是过去几天下来 其实又是说减息预期又降了 就是明显地就着减息的因素 变来变去 但是其实各位都说过 所谓的减息预期 无论升温或者降温 其实你如果看利率期货 说真的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期 其实对于现在减息的次数 真的没有太大改变 其实反而都是可能一次起两次指的那种 只不过之前所谓的升温 就是将时间点推前了 可能大家原本在猜的是 11月12月下 可能推前到9月 就是有个什么做了少许 那种升温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 幅度上升温呢 其实又不是的 所以对于再炒减息这件事 其实对于美股 我觉得就不是太大反应 除非利润真的升温到 觉得在幅度上增加 譬如可能减息的次数 由两次变三次四次那种 那才对于美股 会有更多的刺激 否则仍然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市场上 其实反应了几大部分 因为你来到最多一个两次 那不会有很大的新的炒作 反而要留意一点就是 减息的看法 其实随时会因为一些数据的改变 当然昨晚好一点 就是稍微有些所谓的升温 其实所谓的升温好的地方就是 其实最主要是核心PC 第一季是觉得下收下来的 这个令大家就是刚才说的 舒缓了滞涨的风险或者压力 因为过去第一季 怕着那个GDP增长不是太快 但是通胀仍然是相比较高 那一刻就更加担心 或者更加没有一个减息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现在 第一季核心PC下来的 或者比预期下得多一点的 那又会舒缓了一点 的确我同意 要看今晚4月份PC 但是其实这个数据 你说是不是很重要呢 重要性就是当然是 储局看减不减息的指标 因为他看PC不是看CPI 但是PC的数据很得意地就是 他是计得到的 就是因为之前有些CPI PPI计算出来的 其实是知道的 是的 其实不会有很大出入的 说真的 所以其实今次你说 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性呢 真的除非大家计算了数 出来就结果很大分歧了 否则我想不会太多的市场 但是未来要 如果6月份市场 看法上审讯的地方就是 就是刚才都害怕着 那个所谓滞涨的情况 虽然昨晚就会稍稍舒缓一点 但是如果你看近期的数据 其实是有这个风险的 甚至是你过去看一些 可能处局的讲话 或者不同的报告里面看 其实滞涨这个字眼是提多了 类似这些字眼 所以其实 如果假设你说 你来6月份是炒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美股都有些的调整压力 因为毕竟真的是估值 虽然你对比过过去几年 觉得顶位还是有一定的水位 譬如S&P为例 过去几年可能最高24倍 现在可能是21-22倍左右 觉得好像有水位 但是你说是不是下来这样看 其实这个真的是参考 假设一旦的市场是逆转 或者对于风险是提高了的 其实未必觉得会再上去住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股6月份的看法 就相对会是可能审慎一点 就是未必觉得会很大的下跌 但是就真的会审慎一点 还有就特别可能都是科技类 虽然近期相对叫做可能强一点 但是你说那个波幅 可能都某几只 某几只得来 而且波幅是比较大的 还有其实不是某几只得是NVIDIA 所以这个其实 我好像很想 不是说看NVIDIA的基本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想这样的钱 收拾在某一只里面 大到这么浇灌 其实过去强到 就是早几天的成交 那一只 是比整个加拿大股市的成交 其实是挺夸张的 就是你这么收拾在一边的话 其实这个又要小心一些 资金一变的风险 就是美股这个情况 要稍微小心 还有6月议色会议 我带到时候你怎么说 是吧 我们转看一个港股上日表现 然后就问Ravi 怎么看港股现在的情况 就是港股昨天其实也是跌了 昨天是期计算日来的 恒指低开到53点 开始之后一度转升 但是之后走势都是向下 恒指跌了246点 收回18,230点 年跌三天 成交产1,255亿 科指跌0.3% 报3,752点 美团跌超过3% 亚里和腾讯跌不够1% 针片股和手机设备股做好 中心国际逆市升近5% 顺与光学升6% 高位电子升4% 黄金股偏远 资金跌超过5% 内房股和啤酒股亦受压 看北水盘路 北水持续正流入 昨天再吸资44亿 而北水主力买腾讯 全日录得8.3亿 净流入 两只内银股 公行和中行 分别吸资6.8亿 和3.7亿 各个股净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走资13.7亿 美团走资9千万 继续和Rafi聊天的港股 行指收星期四 欠收18,200点 每个人都提到 这个位置好像很重要 究竟是否守不守住 比起那个位置 回调大约1400点 本身大家最近已经开始讨论 究竟这个调整 还是否健康呢 是否升完 是的 开始害怕了 昨晚看到中海股反弹 是否一个好的讯号 今天应该都可以跟随 是否 那我们如何判断 究竟港股调整完了没有 6月的市况怎么看呢 当然 昨晚中海股反弹 今天暂时期指对 都是升上200多 好似是有得反弹下 但当然我想这个真的要再看 消失是3 3 2 3 3 4 5 5 6